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終於來到今季最後一次的讓搬扣時間 上個星期說到孟哥剛剛拿了竹種杯 誰知轉過頭就炒毀了混交易 還立即重金請了魔佬 加上2億元去買人 還打算重建王朝 他們打算重建的同時 誰知曼城都簽了魔佬黑星 哥迪奧娜這個人 看來今季曼狗都窄窄地 除了曼城有牌爭之外 最後一個星班名額 就是石周三和後城之身 石周三已經匯別了應超成16年 不過各位石周三的Fans又要等下 因為他們升上頂級聯賽的夢 就比後城的迪亞美 在71分鐘禁區頂一個驚蛇 就射爆了 就這樣下季英超 就多花一對老虎仔到處咬人 不過說說下季英超爭霸之前 我們先看看今季的押造歐聯決賽 起碼是前年的翻版 又是馬德里打比 上次被皇馬後來居上 這樣就碰杯 今次會打成怎樣呢 經過了兩年 馬梯會比之前更加強 尤其是防守力量 但15分鐘就是一個死球機會 被克奧斯開出 巴爾就在禁區善效 再給拉莫斯一讀搞定了 不過看慢動作 原來拉莫斯越位在先 馬體會真的很不值 不過也不要緊 因為下半場一出回來 比比就發瘋了 在禁區 劈低了快托 12碼 就加給王牌紀三文去射 誰知他就射得太盡 中微有彈出 不彈入 那就失去追評的機會 還是那句 不要緊 因為去到79分鐘 桑法蘭一個急勁出球 被卡拉高斯撞入追和 長球就要進入加士 去到加士 就不像兩年前 那樣 馬體會 無論體力和精神上 都頂得住 沒想到當 最終要互射12碼 才分到勝負 皇馬那邊就傳中 馬體會就只測 桑法蘭一個 射不鬼入 就這樣 皇馬就拿了他們 第11個歐冠杯 還搞到廢台和絲夢 哭成女人 好了 今季就說今快完了 我們如果有機會 下季開波士 再見 臨完場前 記得看看 思朗射入奠定星局的12碼 拜拜 各位baby 我會把 比賽 贏呢 感谢观看